當日請攜帶徵兵檢查通知 身份證正本 一吋脫帽罩 後面寫名字 當日請勿空腹 請穿短褲 拖鞋 請勿佩戴隱形眼鏡 需要準備的就是這幾項東西 沒什麼難度啦 OK的 喔對了我穿著我的睡衣 一切都準備就緒 我穿了我的短褲還有我的拖鞋 準備出發 好抵達台北醫院了 那我們第一件要完成的任務呢 就是要吃東西 因為他說不能空腹健康檢查 所以現在要去吃東西 那我覺得呢 便利商店是個不錯的選擇 好看我們 你們知道病醫體檢區在哪嗎 這邊好像沒有任何的標示說病醫體檢區在哪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這裡完全沒有標明說病衣體檢在哪裡 我覺得這應該是 來體檢的異難的痛點 完全沒有標示 最後問了櫃檯的阿姨才知道 原來病衣體檢不在醫院的正門口進去 而是要從醫院的外面出來 然後這裡就會有一個病衣體檢區 有看到嗎? 來我們走近一點 病衣體檢區 有看到嗎? 病衣體檢區 然後又分A區跟B區 也就是說體檢的時候你只要跑兩區就可以了 算是簡單啦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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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好了嗎? - 你好,主人到美麟,看著我家好 好了 病醫體檢完了 那很順利 流程很簡單 沒有什麼難度 就是你一開始要先 就是你一開始要先拿你的體檢單到A區報到 報到完之後他會發給你一個口罩 我的口罩去哪了 他會發一個口罩給你 清理戴上 防治病毒之外 可能也是 保護你自己吧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提帶裝你的隨身物品了 裝你所需要的東西 裡面會有醫療袍 那戴完口罩呢 你要去換衣服 那不要懷疑 這時候你就要穿上醫療袍 那你這時候你只會脫到身內褲 呃...我覺得沒什麼大礙啊 那換完醫療袍之後呢 你會拿到一個板子 板子上面會夾著你的體檢資料跟你的體健表格 那接下來你就去各個站跑啦 像是抽鞋啊 身高體重檢查 視力啊 心電圖啊 這些都沒什麼難度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抽鞋真的蠻可怕的 我超級討厭抽鞋 超級討厭 因為每次抽鞋完我都會暈針 然後就會很不舒服 但是休息一陣之後就沒事了 那...在體檢過程中我也遇到 嘿嘿 我很久沒見的朋友 劉昌龍 嘿嘿嘿 蠻有趣的 看我在體檢的時候遇到誰 昌龍咧 許久不見 許久不見 許久不見咧 你心惡咧 就可能遇不到 就遇到 直接遇到 這我前面兩位 超級 可以遇到他真的蠻幸運的 他跟我生日只差兩天耶 然後我們同一天體檢 這樣 那整個體檢當中呢 沒什麼難度 你只要照著醫療人員跟你所說的 然後你照做就對了 然後你不用多想什麼事情 你也不用多帶什麼東西 如果要給還沒有體檢過的人一些建議的話 我會建議 你的隨身物品不要帶太多 像我今天我就帶了一個 大的包包 結果發現其實蠻不方便的 因為你要把你的包包放進 那個大提袋裡 然後你要提著大提袋走來走去 我覺得非常不方便 那我建議 手機 錢包 身份證 還有你的兩吋照片 還有你的體檢單 這樣就夠了 不用背到一個包包 其他都是不必要的 頂多帶一個水壺 那 你如果各站都跑完的話 你的體檢就正式結束了 一般來說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困難 那有困難的話 也會有很多阿姨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 也完全不用緊張 就照做就對了 你的體檢就正式結束了 恭喜你非常順利 然後你要記得 把你的衣服都換好之後 還有你的醫療袍還回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家了 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了 那體檢的時間大概是 我1點半來的 那 打個2點45結束 可能每個人不一樣吧 像我來的時候人蠻多的 可能就delay一些時間 這樣我才可以遇到你阿 遇到蒼龍阿 耶 我們超久沒見的 結果在體檢的時候遇到 超奇妙 兩個異難 感覺就是一定要當阿 我們這種體重 很少不當的吧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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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會再見了 OK的 掰掰 啊 好久沒見 見到他真的很開心 嘿嘿 天氣真好 喂 你好請問是沈小姐嗎 我就是 我跟你說 星河 因為齁 我們那個檢驗哥有打電話來跟我說 他說因為你的血色數現在驗起來比較少 就是比較低 但是他不確定是因為 你的血量因為流的就是比較少 導致你血色數低 或者是說你本身貧血 所以他希望你回來復抽血 就是復抽那個血色數的部分這樣子 血液常規 大概只要兩CC 注意安全喔 好 掰掰 掰掰 chromatic ㄷ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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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體檢怕吐 你敢信 ㄟ ㄟ 這不是我的車 沒錯 我回來了 他跟我說我可能是因為抽的血量不夠 或者是我血液的血紅素裡面本來就比較少 所以我才會回來復檢 那如果當初血抽的多一點的話呢 可能就可以直接排除 我抽的血量不夠這個因素 我就不用來了 而且我在抽的時候 我還問那個護士問那個服務人員說 我是不是抽的血量不夠 或者是還要再多抽 他說不用OK你可以走了 What 他說我要去二樓找他 可是我不知道二樓怎麼去 到了到了 抽完第二次血 還蠻順利的沒有暈針 也比較不痛 早上那個護士真的太累了 好的準備離開醫院 他給我一個小東西 吃一張餐卷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謝謝你 吸管 可以用吸管 除掉吸管 非常不環保 好的 第二隻抽血非常的成功 也沒有暈針 新莊區的兵役體檢 至今也才開辦兩天而已 我似乎是第一個遇到這種狀況的人 好啦運氣也算是 捏 就這樣吧 欸這個光不錯 那我的工作計畫呢 也因為這件事情的發生 完全被打亂 好 好吧 我回家了 這個是我的單位 後面有電話 我需要給電話 好 謝謝 謝謝